大家說看起來侯友宜真的被磅散了 請教阿苗 因為剛剛柯媽媽接受了這個媒體節目的訪問 然後呢 他就說了 柯文哲跟侯友宜兩個人放在同一張選票 我是覺得不合理 為什麼要綁在一起呢 各自選就好啦 但他從來沒有跟兒子說過這件事 感覺起來那個SOP又來了 我沒有跟我兒子談過 但是我自己講出來 我自己覺得啦 是不是真的藍白河沒機會呢 柯媽媽證實嗎 其實總統候選人的家人 一直出來談政治 然後這個下指導期 這就會凸顯這個總統候選人 他最大的困境是 他的陣營裡面人才真的太少了 柯P吳大將 現在呢 不只戰狼做先鋒 媽媽也做先鋒 這是 現在看到人說 柯文哲他的政治論述 能量有限 他在藍白河的過程當中 一面呢 他必須辦白臉 免得說 這個藍營的民眾不諒解他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需要一個黑臉啊 那這個黑臉 他已經叫他的發言人陸續辦過了 現在不起效果 現在連媽媽都要出來幫他辦這個黑臉嘛 你說 柯媽媽講說 我沒有和我兒子講過 可是他把 深藏在心中 不敢跟兒子講的話 跑到電視上通通說出來 這好像 不太符合常理嘛 因為 你沒跟你兒子講 代表你覺得這話不該講 可是你一下子上電視講的時候 你覺得你兒子不會聽到 一定會聽到嘛 對不對 這是第一點 我認為啦 他們這個拇指溝通應該其實是很順暢啦 不見得是說什麼有深埋在心中的秘密 要在電視上講出來 第二點喔 其實我覺得 這個柯媽媽也不用操煩這麼多 別人家操煩啦 其實有的時候 這個遺養天年嘛 少點煩惱 柯文哲跟侯友宜 不管怎麼樣 一定會在同一張選票上啊 因為總統選票就那一張而已啊 賴清德也會在上面啊 一定在同一張選票上 只是他們並在旁邊當鄰居 還是沒有在旁邊當鄰居 這樣的問題而已嘛 那現在你看得出來 整個藍白河的調性 柯文哲要在這個過程中 拿到的是藍軍支持者的選票 他不在乎侯友宜有沒有配在他旁邊 他甚至覺得 我對他的認識啊 他這幾天表露出來是 他不希望侯友宜跟他一組啦 所以他覺得侯友宜 對他藍軍選票是沒有幫助的 對啦 因為他一定是自信說 侯友宜有的票 他柯文哲其實也拿得到啦 他想要配的其他的 是要去拓展那些 他拿不到的選票的人啦 但無論如何 在過程當中 你看現在朱立倫 態度已經軟化啊 因為柯文哲這人非常厲害 他很擅長去抓這個藍軍的 這些所謂的天王巨星 到底心裡面想要什麼 他看得很清楚 朱立倫根本不關心侯友宜 你能不能當選 朱立倫只關心 1月14號的時候 朱立倫怎麼辦 所以柯文哲現在要的就是說 我告訴你朱立倫 我會幫你的小機拉票 然後呢 你要給我開大門 讓我柯文哲可以長驅直路到你的所有的這個造勢場合裡面 去拉你藍軍的選票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所以對於侯友宜來講 剛剛他前面來討論什麼侯友宜 韓國瑜造勢的場合 其實這個局很清楚嘛 侯友宜面對他可能隨時被朱立倫丟包的局面 他也要秀肌肉啊 但是很可惜的是 在侯友宜秀肌肉的時候 旁邊他邀請來的嘉賓 肌肉比他大 就是韓國瑜 侯友宜在上面 哇 說得嘴巴轉破 可是隔天你看 所有媒體都聚焦在 韓國瑜的金句上面 侯友宜call了四五萬人出來 他要顯示說 我比我侯友宜比柯文哲更有陸軍的實力啊 為什麼我要被排除在外 大家不能報邊緣話的同時 韓國瑜出來一句話蓋掉侯友宜所有新聞 這就是政治的殘酷跟現實 侯友宜你講話沒有梗 國政沒有料 連柯媽媽都可以嗆侯友宜兩句啊 今天柯媽媽我看他有講 他說誰比較有料 大家一比就知道 對啊 因為意思就是柯文哲比侯友宜有料 這很明顯 連柯媽媽都可以說你侯友宜沒料了 然後呢 再下來你雖然草包沒料 可是你講話的好笑搞笑的程度 也比不上你旁邊邀請來的嘉賓韓國瑜嗎 所以在這個局裡面 我覺得侯友宜自己要想清楚啊 再怎麼說他也是一方之霸 他也是新北市的市長 而且在新北市他是高票連任的 再怎麼說他也曾經是國民黨當中 被視為最強母親的人選 可是現在時間走到10月底 走到10月30號的時候 他已經成為要被朱立倫丟包的人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侯友宜到底要怎麼守住自己政治生涯 也許是最後的highlight 或是也許是最後的尊嚴 如果連柯文哲的媽媽都可以出來說 侯友宜沒料 那這個總統到底要怎麼選下去 那在這個所謂藍白河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侯友宜要去思考一件事 他愛講警察故事耶 在他憧憬的生涯當中 他跟綁匪到底怎麼談判 意思是說你要什麼我全部給你 我全部給你我全部給你 這樣談判就可以成功嗎 還是侯友宜你要去思考說 在這個局裡面 你有什麼不可取代性在哪裡 什麼時候要跟你朱立倫攤牌 什麼時候要讓柯文哲知道 侯友宜不是隨便被你看清的 我現在要想一想這問題 要請教瑞德哥 但柯媽媽不會說柯文哲會當總統耶 我覺得我今天要逆風 我覺得我要力挺柯媽媽 柯媽媽 雖然他常常可能有意無意要罵我 算我兩句 為什麼呢 柯媽媽今天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說 這個喜歡侯友宜的人就選侯友宜 喜歡柯文哲的人就選柯文哲 不可以說兩個人再一張選票啊 柯媽媽強調 既然出來選就要選 到底哪有半途而廢 對 人說話就要講信用 所以他的意思是 因好西柯文哲來去跟國民黨侯友宜合 就是不講信用 你不是說他大陸說他是媽寶嗎 媽媽在講 如果你去跟侯友宜國民黨合 就是不講信用 不講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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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所以講三遍 你知道嗎 我先問一下 政治體管機是有侵犯到任何人 一個人身安全嗎 沒有吧 好啦 那你那天萬聖節 人很多嘛 其實有很多小朋友耶 然後你在那裡 先講 吃檳榔 對身體不好 容易有導致這個 口腔癌 口腔癌 好不好 這個我們科匹科醫師應該知道 對 抽菸 也是對身體不好 心血管疾病啊 這個很多 所以為了健康 你本來就不應該在人多的地方 你現在如果你去人多的地方 一堆人裡面 你去抽菸看看 煙害防治法 你會有煙害防治法的問題 所以高皇上高市長 第一個你要先記得 煙害防治法 你一定要知道說他沒有任何人身攻擊 可是如果莫名其妙我走在路上 被一堆人圍著 然後臉上又畫著油彩 我根本不知道是誰 然後對於我的人生 已經到了很靠近的距離的時候 到底是誰為誰 因為這個提挽機 那時候是有一個人在裡面講的 對 因為萬聖節嘛 然後8加9就這樣圍著他 對 所以我講 這個其實是人身安全的近距離威脅 所以不要偷的置換概念 那柯文哲為什麼會這麼講 因為高皇上是台灣民眾黨的 可是我要提提提到柯市長 柯前市長 你上一波的民票掉下來是高皇上貢獻 你可以繼續 你可以繼續 他在想說風頭過了 沒事了嗎 他相信 他覺得風頭過了 可是千萬不要這樣子認為 因為高皇上真的是寫下台灣政治 地方政治史上很多奇蹟 手開千里 然後置換概念的事情 我還是要講一下那個徐晨雲的事情 徐晨雲因為他有中國籍的問題 是在台灣非常特殊 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Google一下那個 2017年中國有一個法律 通過了一個法律 叫做國家情報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裡面第七條規定 任何組織公民 都有依法協助 支持協助 配合國家情報工作 他後面 他後面還規定到什麼地方呢 包括海外 包括海外的工作 然後你如果不提供協助的話 還有一些罰則 然後如果你因為幫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情報工作 這個 而受到損害的時候 還有補償還有救助 好 那我請問大家一個很簡單 你先不要想徐晨雲這樣 就是說如果一個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 他成為中華民國的公民 然後他要競選 他要競選 或擔任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國家情報法 如果他被要求提供情報協助的時候 他要答應喔 怎麼辦 怎麼辦 這一題不是考藍綠白 這一題也考台灣的法律學者 請告訴我 我們該怎麼辦 我再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李慶安委員 國民黨那時候曾經是明日之星 他後來跑了 為什麼 他在當年啊 競選 競選上了台北市市議員的時候 依法宣誓就職前要放棄美國過過機 結果他說他放棄了 後來在當立委的時候 收到美國國稅局的補稅 補稅的那個稅單 你又是因為你是美國公民 你才會有那個海外補稅的問題 你竟然跑了耶 那如果徐春英他們這一類 你沒有解決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你要怎麼擔任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我先不講他會不會幹什麼 這是有資格問題耶 能不能先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越南籍其他國家 美國籍的人都沒有這個問題喔 因為他們都會拿到一張 就像賴佩俠一樣 他拿到一張放棄美國國籍的證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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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